嗨,阿九晚上好,嗨,冬瓜 是不是多用他那个写字啥的,上课 上网课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然后就是写科生题 但是这个咱们说已经尽力了,咱们说连了不知道哪块的WiFi 然后咱们连上了 谢谢小韩 你是不是刚下播还是什么样 嗯,我给你拿球的我都不知道吗 错过着看吧,问题不大 好嘞,那可以吗 好,咱们说我不直播太久了,今天有点太疲劳了 不是今天,是我最近都有点太疲劳了 好,比刚才好多就好了 主要是刚才后来我讲话没有人搭理我 我觉得形似肯定是因为太卡的原因,就下播了 然后呢,当时也正好那个,好像召到我朋友了,我赶紧给删掉了 嗯,好 然后呢,明天明后天不一定可能会直播什么的 眼睛红红的,对,确实太累了 最近,最近那个,呃,没有,没有好好休息过 没事,没事,反正,哎呀 我感觉回去也不能好好休息 嗯,等那个吧 等我青春时刻结束 我青春时刻 我青春时刻6月7号 结束了之后,应该就能好好能休息一下 在房间说话就好 可是我就感觉太多人想我了 而且,而且感觉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有时候就说,说,啊,姐姐你是沈阳医院学院的 然后,你说我能回什么呢 我确实是啊 然后,嗯,可能就是不是太多 累了就休息,不不,不用每天的 嗯,主要是,不是月末了吗 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问的问题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 我说66是我的朋友 但是总是会有人说66是前辈 唉,好吧 我就是,但凡咱们说 多了解我一点点 都不会问出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在不在 应该是不在 我们昨天没有看到他 唉,没事 我现在不在66家 我现在在 另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家里 干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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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家 你们可以叫他 469 你们可以叫他469 真的可以 每天都在朋友家住 对 明天就不在了 明天在那个姥姥家住 唉 我在姥姥家休息两天 然后 一号中午的飞机 我二号凌晨一点多到 我在机场待,待一个早上 嗯,没办法 就是太胃了 嗨,高高 晚上好 笑死 等会传出去你去6677前辈家了 6677前辈都是谁啊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你知道吗 我想看你这里面 但是它是防灰瓶 有啥 你看 你看 谢谢小韩送你个话 谢谢 它是防灰瓶 往这边,能看到吗 毕业快乐 谢谢小韩 没事 多休息吧 我也OK 就主要是 如果他们问了一些 我在房间说了一些那些话 如果我是觉得没有必要的 我可能不会回 然后你们 如果要看见的话 就多回一下 明天好好休息吧 明天休息不了 明天休息不了一点 因为明天我要回去 要求一下我的毕业证书 然后呢 还要去看一下专业老师 还要去66家取我的行李 咱们说一整个繁忙 一整个繁忙中 我明天也不可能休息 就是 哎呀 我虽然很不想说 但是我最近真的很疲劳 很累 没事没事 我会好起来的 但是为什么眼睛这么红啊 不知道吧 挺红的 你看看一看 哦确实 确实好红啊 证明 没事 一会休息就好了 哎呦 我也没发现自己眼睛红 今天早点睡吗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不早了 那我就少播一会之后 去洗个澡 然后 然后就早早睡呗 可以吗 没事 没事 我也心疼小韩 坐飞机那么累 其实很多人 他们可能 哎 不说了 哭哭了吗 小宝 今天没哭 但是今天 属于整个舍不得 嗨 晚上好 晚上好 硬堂少女 流离 干嘛 非得凑硬堂少女 干嘛 为什么起这个ID呢 哎呦 想到什么来着 刚才说6677是哪个前辈啊 谁能给我解答一下 有会去DL水 不知道 哎算了 不D 没事 没事 多搭点事 BJ的 哦 是这样的呀 生包胎 那我好像知道是谁了 我知道了 姓黄 是不 嗨 嗨 晚上好 对 其实我想 那我就猜对了 我知道是谁了 那我 很从 7月6号 对 7月6号 芒果晚上好 对对对 我知道知道 知道了 知道了 就一提 双胞胎 我就知道了 其实也没有了 因为我也就 总共就认识那几个人 然后就 那个吧 好 7月6号见 好的好的 哎 我看看啊 7月2号 我回去 估计的 到公寓 递补个觉 真的 因为太累了 我肯定得 要休息一下的 然后 估计 7月3号 或者是 7月4号 要去录音 没有 没有告诉我 具体通知 然后呢 可能7月5号 要彩排 所以说 我时间还蛮紧张的 先补觉再排练 好的 一共只有两对 yes yes 先睡个两天 不可能 我自己的东西 都没有搞完 不可能睡觉的 实在不行 就住在排练室吧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看看吧 看看 看看当时 就是练的什么情况 其实有时候 有时候看你们说 辛苦了什么 没感觉 但是今天让我有个感觉 就是 就是目前在我旁边 这个朋友 469 他就悄悄地 跟我说了一句 辛苦了 哇 那一瞬间 其实我眼睛都红了 对 可能要彩排 有可能是当天 也有可能是 那个 那个 前一天 录音是公演的时候 唱歌吗 呃 我 不是吧 就是看分 分歌 分舞蹈 或者什么的 因为你上学的影子呢 三天睡四十分钟 呃 我 我原先 上学的时候 应该睡得比你多一点吧 谢谢小韩送你巧克力 谢谢小韩 没事 就是最近比较感性 如果觉得很吓人的话 我就下播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 直播删掉了 谢谢QQ送你的奶茶 谢谢QQ 没事 没事 你 你一直在 好的 OK 反正就是 毕业了 我不想毕业 嗯 受不了了 没事 嗯 好 一会一会就下播 一会一会下播 过一小小火 好吧 没事 嗯 就时间赶得太巧了 其实当时我不去 不去承拔 我一直没告诉你们 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我当时 当时承拔 当时说 说 出道的日期 大概定的是5月20号 然后我算了下 那个时间 正好和我的 一些学校的事情 撞在一起了 再加上 再加上 我确实想 考广州的学校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 留在广吧 然后就没去 其实也有学校的事情 然后就感觉 最近 什么事情都撞在一起了 好 抱抱 没事的 没事的 希望 希望 渡过这几个月忙的时候 就能好起来吧 谢谢 了不起的 赫赫 去送的 BEG的影光帮 谢谢你 谢谢你 嗯 就是 可能太多人都不知道 不知道我在忙 就是 就是 他们可能也不了解我 但是 就是真的 这段时间 太忙了 太累了 事情太多了 然后 要处理两头的事情 我感觉我分不开身 但是 我又没有办法 没事 就是 就是 我也本来不想哭 主要是今天 今天 毕业了 我一点也不想毕业 好多人 我连 之后一遍 我都没见到 这 反正就很内容 下次见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反正 我感觉既然在广巴工作了之后 我回来的时间 一年也没有什么时候 我也见不到我的大学同学 我很难 难受 晚上好 家人指甲 指甲林 现在来看我 没事 就是 不一样 因为 宝宝 我给你挡下 你出现在我直播间 就是 就是 怎么说呢 不是 不是那回事 因为 很多 很多 很多大学同学 他们 他们可能 有些留在沈阳的可能还好 有些就是 别的地方的 湖南的什么的 他们可能就 以后就很难再见到了 我就很难过 没事 让朋友有机会看我公演 那里的朋友 不会是我沈阳的吧 遇见就很不容易 是的 他是我的好朋友 四六九件 出去玩是不可能的 机票太贵了 我买不起 没事 打不住 四六九太帅了 这边有人夸你帅 没错 他就是很好的 很好的人 我其实这几次 一直想住他家来着 但是 他家离得有时候太远了 然后就没有住他家 坐高铁去 我想告诉一个很残忍的事情 你知道 广州到 到沈阳或者大连的 大连的高铁或者火车 是 是多长时间吗 你要 你要做 你要做五十多个小时 五十多个小时 我 我还做 做那个 高校 学校毕业 学校毕业 晚上好 元父啊 晚上好 没事 希望吧 没有 就是 什么的 对呀 我飞机 我都要坐六七个小时 我还坐高铁 我想上次你知道吗 上次我 我折腾那么久 然后回来之后 然后他们可能觉得坐飞机 不累啊 就是坐个飞机啊 能有什么 但是 你要赶到机场 你还要 就是折腾 半直击 什么的 然后 一天的时间 这么过去了 就 因为飞机上 你也休息不好啊 反正就 很那个 让他们来看我 空眼 算了吧 算了吧 会很尴尬 就有时候在房间那些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 你知道吗 有时候就问 啊 原来 原来你是谁 一样一月许愿的 天哪 希望四六九 多挣钱 挣大钱 发发财 养我 你知道我今天 已经又让我 难过了一个点 就是 大一的时候 我跟四六九说 我说 我说我一定要考研 我说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我一定 我一定 咱们一起 当研究生 然后 然后我就来广吧了 然后就在四六九 当研究生了 咱们现在是硕 是家人呗 但是硕是了 然后有时候就在想 如果自己不来的话 是不是 也能再继续 跟他读三年 我舍不得 我难过 骗什么入团 不入团 硕士研究生 入团 受这个 受这个气 我真的抱不住 我就想现在 我住在你家 然后 我还有多长时间呢 我不知道 下次住你家的时候 我是什么时候 你说的 压力真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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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希望我 去广吧 我做的 我做的选择 是不让人后悔的 是正确的 就不是 不是说 不是说 会让我 后悔的 就好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后不后悔 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的选择 对不对 胡罗哥 晚上好 晚上好 他还 他问 我一会儿 我们俩互相安慰 抱头痛哭 一定会回报 因为咱们都是成年人了 我从来不说虚的 在我没有看到回报之前 一切都是假的 菲菲和三菱都想我了 但是菲菲和三菱 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只能说 我跟他们在一起 是 我们是 住在一起 是室友 是一起 投机训练 有这种感情 但是 我的大学 室友是不一样的 就是 就是 你的大学同学 你们都是奔着一个目标 你们是知同相合的人 你们有无数个 共同的话题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没事 不知道怎么说 也不知道怎么说 看标题 没错 何必 不会了 我才高入团 是啊 是啊 我是 同期出道的 但是你们很多 你们很多的 思想观念 你们的 共同的 愤怒的目标 不一定是一样的 对 这就是 就是 成年人 都很现实 就是 469 是谁 469 是我的素人朋友 不要大叹 我的素人朋友 家人们 我很认真 就知道 她是我的朋友 就好了 我每次跟你们说 我想续三年大学 都不是假的 就是 我是 我是认真的 不要难受 我想带给你们的是 是好的就好了 反正就 没事 没事 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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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 就送个巧克力 这张刚写着 这个人刚写着 喝点水 不抽点水 不让水 都流干了 然后你就给我水喝 没事 一会儿 一会儿再和我先不喝 一会儿 一会儿 我还有 我还有这个 哈哈 我还有这个 行 一会儿下播说 一会儿把直播删了 469 出镜了 好 好 拜拜 出镜了 没事 以后下播把直播删掉就好了 没事 没事 反正 就是 嗯 好 会傻的 会傻的 放心吧 就是 保护好自己眼死 我已经很保护自己的眼死了 但是还是有人去 去探听 我的 我的隐私 没事 我不哭了 好 就到此为止 一会儿我下播再哭 没 没关系 谢谢阿九 出镜了 所以我 谢谢阿九 就是 没关系 尤其是保护好 469 好 因为 469 你知道吗 就是 我跟他们在一起 跟我在广州 是不一样的状态 我就很 因为 就是 我在他们的面前 我是一个 很外的 一个艺人 我真的 我每天 我今天跟他们在一起 我就是各种哈哈笑什么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他们就说 我在那边肯定不是这样的 是我在那边已经是两个人 就是469说的 就是太了解我了 我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我在 没事不说了 发病了 躲在走廊 哭很有臭 我们今天也是 大家坐在一起吃饭 很感动 好 没事 不要一 好的 469 火眼金鸡 没错 夸的对 夸的对 我也喜欢469 是的 但是在 在 我在 469 他们 变前 就是最真实的我 我会 没事的 我 没事 只要我忙过 我的青春时刻 我就要让自己 好好的 放送一下 就是 等我 等7月6号过完了 就多多休息一下吧 我觉得我也需要 调整一下 其实今天开播之前 我们还没有那么想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好像是因为 有人说了一句 辛苦了 有时候看这种 辛苦了的这种话 真的会 真的 真的会一下子 终不住 因为你的压力 是有很多的 再坚持坚持 好 对 因为我当时在训练的时候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在考第二次考核之前 我去 学校考了一个试 就是飞机 然后 然后呢 第三次考核之前 我又 又飞了一套 我怎么飞了这么多套 反正好像就是第三次考核之前 我又飞了一套 然后呢 第三次考核之前 飞了一套 我就是单纯回来考了个试 你知道吗 好多人就想找我说话 想找我吃饭 但是我说不行 我说我马上就要飞机了 我考完试之后 我就拎着我的礼服 我就走了 你知道吗 好多人 我都没有拍到照片 然后 然后马上又出道前 那段时间 每天早上 八点 出来写论文 写论文 大学生谁懂 就是写论文 然后呢 然后 好不容易出道了 之后 又 又学校的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因为毕业 你就要整个这种档案 那宝宝什么时候飞回来 光征 一提到这个 我 我 一号周五的飞机 但是我二号 凌晨到广州 但是我到 凌晨到广州了 我肯定就不能走了 因为打车太贵了 然后呢 不是 这只脚是被砸的 这样了 然后 然后 我就在 我在机场待 待几个小时 然后我再回中心 我赶第一班的地铁 没事 我很少 我很少会这么赢 反正就 今天也就是趁直播的时候 跟大家说一声 就是 有时候 有时候需要 对一个 一个出口吧 一个 一个点 咱哭了 我不舍得 不想 我不想毕业 没事 可能会折腾一点 但是 但是 没事 这些都是 都是我 我能做到的 谢谢 是他和小玉 再送了一个 S2的银网 谢谢你 怎么哭了 因为 我怎么说了好几遍 不想毕业 越有备欢 越有阴晴 越决 我不想离 就是你明知道 有些事情 是你 没有办法 去阻挡的 即使你 即使我再念三年的大学 念三年也就说 可能 但是 有一个就是 我如果见三年研究生的话 肯定就不会来广巴了 我不来广巴的话 我大概率还是要在东北这边工作的 但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分开 因为我们关系很好 谢谢花花 所有的秋天来查 谢谢花花 慢慢来 再慢慢来了 然后 然后 我前段时间 就是很忙 那段时间 还要再忙着站位 我每一周都学一个新站位 每一周学习站位 有一天甚至是我 你知道吗 我刚下飞机 我刚下飞机 就是上个月的月末 最后一天 我刚下飞机 然后当时到广州是11点多 然后我回到中心 把东西放下 去 去练习时 我又练了几个小时的站位 因为 因为 后天好像 当时的后天好像就是公演 我又 我要是不练那个站位 我就上不了台 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说 没有固定站位 真的很痛苦 没事 我会好起来的 我不知道我青春时刻那天的站位是什么 因为我根本不了解团 我根本不了解死吧 然后我就 我就过来了 所以说 所以说 梦想是有的 但是不一定是你想象中的那样的 就是哭哭了 没事 完了 我明天还打算去见我专业老师呢 我专业老师不会见面的时候说 哎呀 紫头 今天双眼瓶挺大的呀 不会来个这句话吧 所以说 还在 还在 上一瓶今天挺大的呀 我明天周总的脑回路 跟周总应该没关系 因为 其实因为 我也不知道 谢谢小白送我的小朋友 谢谢白宝 就是 很多人 都会觉得 离开家算什么 我都觉得自己 离开家 根本不算什么呀 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会很好的呀 我原先就是这个思想 但是当你真正你自己 一个人 没有亲戚 你去一个坐飞机要六七个小时的地方 你自己一个人 工作 生活 照顾自己 同时你还要忙 很多压力的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是一个人 可能都会绷不住吧 可能 可能还是怪我不够坚强 我还是不够坚强 应该很棒 希望是这样的 不是我的问题就好了 不一定要坚强 我坚强也不行 拍拍自己脸 小小肿 有时候我脸肿的时候 就会拍脸 这样 小小肿 哎呀鼻子堵了 没事的 会好起来的 两千多公里 每次有很多情绪 是啊 就是两千多公里 真的好远 真的好远 有时候 我妈会跟我说 说那种气话 她说你下次就不要回来了 你每次回来都会 让我扒一层皮 其实她就是那种 开玩笑或者是说气话 但是我有时候就会 就是我明知道 那在这种气话 我还会伤心 我会想 不能回家 怎么的 铁头也会逼亏 真假的 确实 世人都会这样 我一会儿下播 把这个删掉了 今天也告诉你们一声 用了469的好多手指 很搞笑 我播到几点 我播到15就下播 好吧 播到15 反正就是 我也是想 就是把这些事情都抢圆了 跟大家说出来 好 一直关心我 也不知道谁给我发微信 反正我现在看不见 下播就看去了 会杀直播的 放心 反正就是 就是有些话 其实我说一遍两遍三遍 我可能可以 但是有些话说太多了 我也觉得不太好 就是 如果是真的喜欢我的话 就多多了解我一点吧 好吧 本来今天晚上还想跟班长他们 继续吃个饭会说 但是后来因为去 看看过两天 有空的话再吃吧 因为我 我就怕我这次不跟他们吃饭 我下次见到他们的时候 我怕我三十了 所以说就会这样 好 那就说好了 我就不会回复了 今天真的有人抱娃 今天我们拍憋照的时候 然后那个 有硕士研究生 和他的老公也是硕士研究生 他俩抱了两个娃娃 人家是真的 真的抱娃了 我甚至觉得 我甚至觉得 咱们 咱们之间也有可能 谁能了 没有 没有吧 咱们之间没有 那就是没有 三十也毕业了 那三十毕业 咱们现在二十几 也还没过那个时候 二十二 二十二 毕业的话 二十五 二十三四 对 二十五 没到三十 二十五 因为今天就感觉 大家都在 各奔东西 有的人要出国了 有的人 去工作了 有的人 也考研了 有的人 复读再占考研 二战 对 有的人二战 四八毕业 咱就实话说 把天双敞开了 我今天就敞开了 说 有几个能坚持到 四八毕业的 我就给来一个灵魂 灵魂考问 有几个能 就是 咱们 是吧 所以说 我觉得 有些话说的 我不想去欺骗人 我也不想说什么 就是那些 那些虚无飘飘的话 就是比如说 你坚持下来 一定会看到曙光的 在我真正 没有见到曙光之前 我都不会想起 这个事情 因为 付出不会是 百分百有回报的 尤其是在 这条路上 他跟我们学音乐 去 情报链 它不一样 你是 你天天去情报链 你一定 你一定能唱的好 你一定就是 越来越好 不是你一定唱的好 就是你一定会有进步 但是你在这里 它是不一样的 反正就 我会 我会傻的 反正就是 就是一定要 写好 我现在就希望我的 我现在就希望我可以 永远 不停止 进步的 步伐吧 我怕我 我怕我会 说不好听的就是 我怕我会 不思计取 已经说了算是好听的了 对 反正就是 就是这样的 因为 因为都是成年人了吗 成年人 我不想说一些 说些那些话 尤其是我回来之后 我就 我就都从 别人的身上 看到我 如果没有来吧 会是什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你最难过的 对 这是我 这是我最 最难过的一个点 最 释怀不了的 我觉得我 我这辈子都 那个 有遗憾 是的 因为 即使考研了 也不是应接的 在会 在家里 在家里会 更被 磨溃 为什么会在家里 更被磨溃 你知道我现在 巴不得 都陪在家里身边 我也觉得 巴不得 学很有用 因为我从去年 到现在 我几乎没有闲下来过 去年 去年到 到考物 到完考物之后 就去 聊台到 演员 到完演员 疫情了 疫情回 回家 然后后来我就回 回大连了 当时在沈阳嘛 然后就回大连了 回大连我就准备 教子的面试 我就 考了教子面试 教子面试之后的 七天就过年了 过年完的 四天吧 还是几天 还是七天 我就来过巴了 我就感觉 我在连中转 我就像是一个 我现在真的 我真的像超人一样 脚丫是饼器 可以 可以 这么牛 这就 没事 到顶了 要发现 真的 真的就是 到顶了 别给自己 太大压力 这个时候 我跟你说 每次都跟你们说 不要给自己 太大压力 但这种东西 你到自己身上 你就会不甘心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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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我在这块 怎么摸鱼呢 就比如说 学生 这个有一个东西 就是 你一天不练 你自己知道 两天不练 你轻房知道 一周不练 所有人都知道了 反正就是 这样 没办法摸鱼 我没有办法摸鱼 因为 就我每天 我 我可能要直播 我可能要拍公演 拍各种舞台 我不知道该怎么摸鱼 因为我觉得 我这个不想上班 我觉得我这个不想 做办公室 办公室 我觉得我可能 可能一会儿 摸鱼 对呀 明明可以 做到 但是没什么 没有做到 就是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就会 那个 没事 然后明天 明天不想直播了 明天我很累 因为这几天 我都没有睡好觉 明天不直播了 明天我要忙 学校时间 接见老师 然后 后天的话 后天的话 看情况吧 好吧 好 现在我们下播了 十五了 下播了 好吗 晚安 早点睡觉 好好玩会儿吧 对 我要 我 早点休息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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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休息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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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